心被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感所动摇时 就好像心不在身上一样 一个人的心不能专注 就是睁着眼也看不见事物 我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张着耳也听不到声音 我听不到别人的谐言 吃着东西也吃不出味道 所以谈修身一定要先端正自己的心 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烟 知其所见恶而辟烟 知其所未尽而辟烟 知其所哀惊而辟烟 知其所熬度而辟烟 齐齐家在修齐身的意思是说 一般人对于自己喜欢的人 就偏心亲爱他 好孩子 你画得真好啊 对于自己所见恶的人 就偏心见恶他 哎呀 你写的真差 对于自己所敬畅的人 对于自己所敬畏的人 就偏心敬重他 对于自己所敬畅的人 对于自己所敬畅的人 物而知其美者天下显影 顾艳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物 莫知其苗之朔 此位身不休 不可以齐齐家 所以喜爱一个人 但却能知道他的缺点 我很喜欢你 可是你有很多缺点要改改啊 是 讨厌一个人 但却能知道他的优点 具有这种修养的人 天下真是太少了 我讨厌他 可是他有不少优点 值得我学 俗语说 人都不知道自己儿子的缺点 不知道自己何苗的硕大 这就是说 自己不能休养的人 便不能整治他自己的家 赚九 是齐家治国 赚九之一 所谓 治国必先齐齐家者 齐家不可交 而能交人者 无知 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就于国 治国必先齐齐家的意思是说 自己的家人尚且交不好 而能够交好他人 是没有的事 管教你 比管教人民还要难 自己的家人都管不好了 如何去管别人呢 所以君子能够不走出家门 就将他的教化推行到全国 传九之二 孝者所以是君也 辟者所以是长也 辞者所以始重也 康告曰 如宝赤子 心诚求之 虽不重 不远矣 为有学养子 而后嫁者也 因为他在家能孝顺父母 就能够侍奉国君 在家能敬爱兄长 就能够侍奉长辈 在家能慈爱幼小 就能够爱民 而指使民众 书经康告篇中说 爱护人民 要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如果心里真的爱护人民 虽不能完全做到 却也相去不远了 就像女人 从来没有先学会养育孩子 然后才出嫁的 传九之三 一家人 一国新人 一家让 一国新让 一人贪力 一国作乱 奇迹如此 此为一言分事 一人定国 姚舜率天下以人 而名从之 节奏率天下以报 而名从之 其所令 反其所好 而名不从 国君的一家 能够践行仁爱 仁爱就会在一个国家里盛行起来 一家能够践行礼让 礼让就会在一个国家里盛行起来 如果自己贪婪暴力 那一国的人 也会学坏 而为非作乱 这种转变风气的 输机作用 是这般的重大 所以说一句话 可以败坏事情 一个人 也可以平定国家 这种转变风气 姚舜 以仁爱领导天下 百姓 也跟着 做出残暴的事情 倘若自己的行为是残暴不仁的 要百姓践行仁爱 他们是不会听从的 转九之四 是故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所藏乎深不数 而能遇诸人者 为之有也 故治国在齐齐家 所以 有道的国君 一定先使自己 有了善行 然后 再要求别人行善 要敬老尊贤啊 是 先使自己 没有恶行 然后 再禁止别人作恶 不要做坏事啊 是 如果自己 没有术道 却能够教导别人实行术道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要有术道 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啊 自己都不原谅别人 所以说 治理国家 要先整治自己的家 传九之五 诗云 桃之瑶瑶 其也珍珍 知子于归 以其家人 以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 遗兄遗弟 遗兄遗弟 而后可以教国人 诗云 其遗不特 正是四国 其为父子兄弟祖法 而后民法之也 此为治国 在齐齐家 诗经上说 桃花 是那么娇嫩美好 叶子 又是那么茂盛 像花一样美好的 这个女子 嫁到夫家 一定会和睦她的家人 能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 然后 才可以教导全国的人 诗经上说 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 兄弟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然后才可以教导全国的人 诗经上说 他的行为没有差错 可以匡正四方的方法 因为他在做父子 弟时 一切行为都足够做人的魔 然后 都效仿他 这就叫做 要治理国家 必须先整治自己的家 转十 是治国平天下 转十之一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 上老老而名心笑 上长长而名心惕 上叙姑而名不悖 是以君子有结局之道也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是说 在上位的人 如能效仰自己的清老 人民就会起来效法 而孝顺他们的父母 在上位的人 如能尊敬自己的长辈 人民就会效法 而善待他们的兄长 在上位的人 如能怜悯救助孤落的人 人民自然已跟着去做 这就是推己及人 以身作则的道理 这道理就是所谓 结局之道 是在上位的人所应有的 转十之二 所悟于上 无以始下 所悟于下 无以世上 所悟于前 无以先后 所悟于后 无以从前 所悟于后 无以交于左 所悟于左 无以交于右 此之为结局之道 凡是厌恶上面的人 对我的无理态度 我就不用那种态度 去对待在我下面的人 凡是厌恶下面的人 对我的不良态度 我就不用那种态度 去侍奉在我上面的人 厌恶在我前面的人 对我所做的那种事情 我就不可以做那种事情 去对待在我后面的人 厌恶在我后面的人 对我所做的那种事情 我就不可以做那种事情 去对待在我前面的人 厌恶在我后面的人